我要做這個資料的就是把刮戶裡面的東西抓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先分析一下前刮戶的位置 後刮戶的位置 中間的東西把它切出來 所以我會需要我剛剛講的第一個當然你可以分開分佈來做第一個前刮戶怎麼找 你可以用這個用第二列這個第二筆資料才有刮戶第一個沒有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使用文字函數裡面的那個fine函數 那fine函數呢主要大家顧名思想fine嘛fine什麼東西呢 所以按確定之後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一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刮戶所以你這邊打個錢刮戶 第二個的話呢你要在哪裡找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所以你會發現找錢刮戶在這裡有沒有呢 第三個他告訴你123 第三個字是錢刮戶 OK按確定 好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往上填滿 拉開來 value 如果找不到 因為這個沒有刮戶 他會value錯誤 如果有找到他會告訴你 在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fine 那找後刮戶的話 同一樣嘛 所以其實公式可以複製一下 把他放在這邊好了 貼上 那把這邊 參數改成 後刮戶 打勾 然後 往上 也是value錯誤 有沒有 往下 找到 OK 所以我就知道 資料一定是在 這個 跟這個 的中間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把資料切出來 那你就知道特別重要找3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從第4個字開始 到第幾個字呢 最後一個字 減掉有沒有 9減掉3 因為這個地方要多一個 所以在減1 所以那怎麼把它切出來 我們可以用那個 MID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文字函數 裡面呢 你可以用什麼 MID 那MID的話 他會問你 一樣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test 所以特別重要 你慢慢習慣就是我們上學期有特別強調 其實你要會用函數的話 我覺得很關鍵的地方就是你要學會看懂 前面 他問你的問題 你給他他需要的東西 他就給你 你要的結果 所以所謂的函數 他有點像幫你處理完 返還一個結果給你 告訴你答案就對了 那 至於過程 他不會顯示出來 OK Test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START MUM是 數字 哪一個 哪個位置 從哪一個 哪一個位置開始 哪一個位置開始 那我就去抓什麼 這個位置 然後呢 可是問題 我這個位置是第3個字 如果你從第3個字會抓到前刮弧 所以怎麼樣 再把它加1 從第4個字開始 LUMBER CHASE是 加S有沒有 意思是說你要抓幾個字 那 你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 後刮弧的位置 有沒有 可是你會不會有後刮弧 然後減掉哪一個 減掉 前刮弧的位置 那特別注意 因為會多一個 所以 再減1 那為什麼會多一個 實際上就是前刮弧的位置 OK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就抓到了 但是如果你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向下 向下OK 這幾個OK 可是這個不OK 為什麼 因為會多 為什麼 多一個那個Value 意思是說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他不會出現找不到 他會出現這個Value 錯誤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這個 錯誤訊息 過濾掉的話 你可以最後 怎麼樣 再把 這個 把這個公式 把它 複製一下 我拿到這邊 貼上 多一個動作 這個公式怎麼樣 外面呢 再插入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插入一個 過濾掉這個Value 的 函數 反正以後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緊開頭的 那種錯誤訊息 你如果 不希望他出現的話 像常見的Value錯誤啦 還有什麼呢 REF啦 MUM 等等的 很多 只要有這種緊開頭的錯誤訊息 你不希望他出現的話 你只要記得在邏輯裡面有個過濾 過濾的函數 這個函數主要的目的就是幫你把那個 這個東西不要出現的話 可以找到if l ifl就是如果 發生 錯誤 錯誤指的就是類似緊開頭的錯誤 那你可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就把剛剛撿下公式貼上 就這個 那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可是如果說他發生錯誤 如果 這個Value沒有錯誤的話 他就幫你把這個丟進來 可是如果是Value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 如果 Value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 把 這個 這個 改成什麼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就是什麼 雙引號 兩個 這個就空置串 意思是清除裡面的資料 所以這邊 雙引號兩個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先向上好了 上面東西 不見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完成 所以 其實我這裡是 分成的 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 找前瓜阿虎用fine 找後瓜阿虎用fine 用mead去切割 再利用ifl 去 過濾 OK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方法 因為上學有講過所以 看好像有一半的同學是有 有反應的 另外一半同學還在昏迷 所以 沒有關係這個最後的結果 雲端上都有 所以你可以 在這邊看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 d到g 然後公式在這邊 當然你想說老師可是 這個這幾個啊 可是 我也沒辦法一次完成 當然可以啊 我這邊 demo一下 如果你要一次完成的話 你可以 先 插入一個什麼fine函數 所以這邊最近使用過 假設 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fine什麼呢 fine錢瓜阿虎 去哪邊找 這邊找 這個是從頭找就不用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先剪下 再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mid mid mid一樣找這個 然後從哪個地方開始 從這個 加1有沒有 這個就是找錢瓜阿虎 找幾個 找 後瓜阿虎 所以把這個貼上 後瓜阿虎的位置 減掉 錢瓜阿虎的位置 再 再加1吧 減1 再減1 減1 這個 這個是 前瓜 這個是後瓜阿虎 就是 找後瓜阿虎的 結果 減掉錢瓜阿虎的位置 再減1 這應該 一樣的邏輯 按確定 下下填滿 不過 這個會多 所以最後 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再用那個 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 ifl 貼上 對不對 這邊加一個 雙引號 向下填滿 一氣呵成 這個是final的啦 不過 你要能夠做一次 這樣的 可能 對有些同學來說 是 蠻困難的 所以我是建議 未來如果你功力 還不到那裡的話 你要思考一個 公式的解法 你可以用漸進的 先把這個做出來之後 你再去思考 一次性的 不過我是還建議啦 像我自己我都沒把握 一次我全部 從頭到尾做完 我通常還是 先思考 第一步怎麼做 第二步怎麼做 分好幾個步驟 全部再把它拼湊起來 OK 那這個做法是 用那個函數解 那待會我們要思考 怎麼樣用VBA VBA有兩種 一種是按按鈕 一種是 插入一個 自訂函數 然後呢給他資料 他幫我一下 向下填滿 兩種都是VBA 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那如果我剛剛有一點 就是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我是建議 你可以 再到文字函數裡面 找這個文件 點開來 答案就在這裡 全部的答案呢 我都放這裡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在雲端上面有補充資料之外 剛剛做的動作呢 也有把它錄下來 所以如果說你步驟呢 可能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那回去 建議就是你再把影片 反覆再 再看一下 或者是說有些部分呢 一邊看一邊做 一邊看一邊做